United States have long proclaimed itself in the last bit of a verse To quote Lincoln 这个我们引述美国总统林肯的话 美国长期以来就宣称美国本身 就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 其实我跟你讲 他们当中建国 建国的理想 建立西耶路撒冷 看到没有 世界的标杆 Now Chinese media are advancing similar claims about Chinese system 现在中国的媒体怎么办 正在advancing 促进推动 Similar claims about Chinese system 对于中国的体制 也在促进推动 类似的这种主张 美国说它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 希望 中国的媒体现在也在讲 中国模式 中国的这个统治体制 是什么 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 in mid october 新华 the main state run newspaper agency 新华社 也就是中国主要的国营通讯社 台湾的话 台湾叫中央社 有没有 中国叫新华社 新华社 日本叫共同社 Kyoto kyodo 然后美国有AP美联社 法国有AFP法新社 英国人本来有民间自己创立的 Reuters 路透社 不过后来已经被加拿大买走了 买走了 新华社也就是主要的国营通讯社 made easy made a case explicitly 他就把理由明明白白的讲出来 注意啊 各位同学 这个case 我们台湾的协议人常常弄错 case不是只有个案 病例 核子 不是只有这个意思 case有个意思就是理由 知道没有 理由 比如说你跟老板要求要加薪五千块 老板可以问说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your case for the race 这个case怎么办 就是理由了 一个article called 我们两个神叫 在一篇称为 在一篇称为 enlightened that Chinese democracy Put the words in the shades 在一篇称为 启蒙的中国民主 就使得西方处在阴影当中 在名为这样子的这篇文章当中 在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当中 Instead the western country was tuggling 新华社说 西方式的民主 遥遥义坠 新华社主张 中国的体制会导致社会的团结 而非分裂 分裂 分裂就是新华社所讲的西方民主 无可避免的后果 新华社所谓的这篇评论文章 它回避 回避 把名字讲出来 to name names 第一个是动词 第二个名字 它回避 直接点名了 但是 but the statement 但是国语媒体 就是新华社 常常把川普统治的美国说成是 说成是什么 a prime example of what's in what refer to us the endless political backbiting 就是在背后说人家坏话了 bickering 吵架 politics reversals 政策 变来变去的 先讲这样子 后来要讲这样子 新华社的这篇评论文章 虽然回避点名 但是 这个国语媒体 经常把川普所统治的美国说成是 新华社所指的 这一种 永无穷尽的政治 背后说人坏话 还有政治 吵架 以及一个政策 这个变动 这个乱七八糟 一下往前一下往后 的prime example 的一个主要的例子 那这个 and this political backbiting bickering reversals 干嘛 这三个东西怎么办 which are the hallmarks of liberal democracy 这三个东西啊 就是 西方所谓的 自由派民主政治的政治标记 政治标记 只要有所谓的 自由派的民主政治 他就一定会有这一种 背后说坏话 吵架 政策的变来变去 所以叫什么 Hallmarks 政治标记 一定有这个东西 新华社 的国家 democracy self-destruction tendencies echoes that of a book published in 1991 called American against America by a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Wang Hu Ning 然後有一个句点漏掉了 你先补上去 新华社 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自我毁灭的这一种倾向 他回应了 回应了 回应了什么 that of a book 回应了 有一本书 里面 所讲的描述 那这本书呢 两个字很重要 which was 这本书是1991年出版的 那这本书怎么样 又两个字 which was 这本书名字称为 美国反对美国 这本书是谁写的 是 上海复旦大学一位教授 叫做 王沪宁写的 这个王沪宁很厉害 老师下面有给你补充 他是这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 的其中一个 也就是14亿人口当中 七个 拥有权力当中的一个 也是 是中共建党以来 第一个 以学者身份 位积前卫中心的人 懂得没有 他是学者 可是给他当什么 当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 所以这个很厉害的 but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interaction with America today and the way it was then 但是呢 但是在于 中国现在跟美国的这一种互动 跟当年 跟1991年当时 中国跟美国互动的方式 现在有三个重大的 不一样 三个重大的差别 第一个 Wang is dead Mr. Wang has just been elevated to the participal power party the partipure role standing committee where he is likely to be in charge of propaganda 其中一项就是王滬林教授 才刚刚被拉拔到共产党最有权力的机构 也就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 那在这个地方 he is likely to be in charge of propaganda 他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就要负责什么 负责所谓的宣传 政定宣导 Ladies 那这个 也就是什么 Protecting the party's image at home and the countries abroad 就是把这个党 在国内的形象 还有把中国在海外的形象 你看这英文 the party's image at home and the countries image is indeed abroad 把共同共产党在国内的形象 还有中华人共同国在海外的形象 投射出去 having in such a position and the Americans expect a skeptic who actually study there is unprecedented 你看到没有 他说 拥有或处于这样一个地位 is unprecedented is unprecedented 是前所未有过的 你看下面的说明 王沪林先任中国 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兼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 看到没有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中央前面深化改革领导侠主秘书长 兼办公室主任 王沪林联系辅佐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三代中共中央总书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之一 被外界称为中南海首席智囊 曾在美国阿尔沃大学 加州伯格大大学 做过访问学者 还有没有 Next 第一个有三大差别 第一个差别刚刚已经讲了 第二个差别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explore what it called the China model 第二个差别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怎么办 推销外交他所谓的中国模式 邓小平曾经说过 China was not a model for anyone 中国不是任何人的典范 他不要做任何人的典范 In the last month's party gathering Mr.C. talked about China blazing a new trail for ou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ffering Chinese wisdom and a Chinese approach to solving problems His built and rolled initiative offers lots of cash too 就在上个月的共产党的党代表大会当中 习近平有谈到中国 为其他开发中国家 代头 blazing a new trail 就是说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那个山啊 这个叢林茂密 奇迹不平 又天色丰岸 怎么办 我们拿起一把火 走一个新的小路 Blazing a new trail 怎么办 就是什么 就是点个火 引出一条路出来 就是什么 就是带领了 中国呢 他都是谈到中国会 这一个帮其他的开发中国家 怎么样 领路 而且会提供的 中国的智慧跟中国 解决问题的这一种方式 解决问题的 中国的这一种门路 这种路径 这种方式 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提案 一带一路的提案 提供了 也提供了蛮多的这个现金 亚洲协会 在纽约的亚洲协会 工作的这个Ovial Share 这个人 Say 他就说了 说什么 They seem to set up a clash not jus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values bu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他说 中国这样讲 似乎 不是只在建立一个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明与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 而是政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 你们应该知道吧 他这个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 叫Samuel P. Huntington 这个Samuel P. Huntington 写过一本书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冲突 韩 Huntington教授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有意测 意测就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冷战的这个西方自由民主 跟东方这个所谓的共产的这个意识形态已经 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之后 会出现新的冲突是什么 出现新的冲突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 跟这个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文明 跟东亚的儒家文明 还有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东欧的这个东正教文明 会出现这一种文明的冲突 那这个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在那个Fort Line Fort Line不要乱翻译 有的翻译 错误线 Fort Line是地 直 右 米 断层 听到没有 所以你看什么地方冲突最低 就是中方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一边就是Islam 北边怎么办 就是Christian 那非洲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奈提利亚 你看那为什么奈提利亚这个国家 也是一样 那北边 他的北边就是Islam 南边怎么办 Christian 会在那个断层线的地方 斗争最厉害 然后你看嘛 这个什么 这是儒家无比 儒家无比 他是西方无比 所以那是断层线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怎么办 斗争也是最厉害 最厉害 当然了 他写的这一本文明的冲突 让是世界文明也卖了很多 很多 中文也有翻译本 但是就是说 美国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管你这个写者多有名 多有威望 多有情味 你写出来之后怎么办 就是会有人怎么办 挑战你 就认为说你的理论有问题 这样子 对吧 有人认为他的那个理论有问题 有问题 像有人讲 大家就想说 这个 老早就没有儒家文明了 没有儒家文明了 因为儒家文明已经是过去式的东西了 没有儒家文明 那再来就是 你不能够硬把这个基督教文明 跟这个伊斯兰文明 就说一定是会发生冲突 你不能这样讲 像那个 南兹拉乌波士尼亚那个战争 就是基督教文明去什么 去帮忙了嘛 帮忙伊斯兰文明 你不能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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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sir 第三个不同 The NIMA constraint now seem to run from the top of the Chinese states 这个mister mister 就是mister 复述 习近平跟王滬寅 to the bottom 新华 and the internet t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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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one who write negative and the hostile harmament unwaste 就是写负面报道的人 那 第三 凡美的strength 不一样 这个strength 是生物学里用的 病毒的 病毒的株 病毒的株 病毒的类别 病毒的类别 你们知道吗 类别 strength 反美的这些人的特质 反美的这些人到底是哪一种 现在看似什么 从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些政府国家的顶端 比如说习近平先生跟这个王后林先生 到顶端 比如说信华社 还在网路上写这个谩骂文章的人 好像都有了 这显示出什么 这显示出是反美的这种情绪 现在日益壮大 越来越有力 习近平先生在他的国家跟美国之间 这一个对抗这件事情上 他依然比较偏好行使审慎 Exercise 动用 行使审慎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似乎他并没有因为川普先生 而把中国的这一种全球的雄心 稍微缓和一下 没有 And you will take more than a dinner in a forbidden city to wish those ambitions away 而且呢 而且你如果下一个愿望 希望中国把他这一种雄霸天下的这一种雄心 能够让他消失不见 这不只是紫禁城一顿晚餐 就可以解决的 就是要比紫禁城一顿晚餐 还要花费更多的力量 才有办法下个愿望 让中国放弃这种称霸天下的雄心